文古至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,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 秦始皇嬴政成年之后性格暴虐,让六国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他也不是天生,就是这么一副生人物尽的性格 早年时对人对事都比较温和 然而有这么一个人给秦始皇的出身留下污点不说 还彻底改变了秦始皇的性格走向,甚至差点夺了他的地位 这个人名叫绕矮,能给秦始皇留下深刻的伤痕是因为讨好了秦始皇的母亲 其母名叫赵姬,早年被吕不韦看重,成了她的宠妾 后来吕不韦为了自己的政治报复,把她送给了还在当质子的秦庄湘郎 秦庄湘郎回国称帝之后,自然把怀有身孕的赵姬接回了国 赵姬在秦国隐忍良久,最终生下了嬴政,成为秦朝最尊贵的女人 但是丈夫早逝,赵姬在身宫中颇为寂寞,吕不韦趁机送上落矮,以讨她欢心 落矮是以假太监的身份进入宫中的,她相貌英俊,还拥有一副好体魄 加上十分会讨赵姬欢心,所以日渐从赵姬那儿谋得了不少好处 甚至还让赵姬为她生下两个儿子 有了儿子之后的落矮,已经不满足于从赵姬那儿得到小恩小惠了 她利用和太后的关系,逐步扩展自己的势力 一度竟和李不韦分庭抗礼,还以秦王贾富自居 后来秦始皇从有心之人那儿听说了落矮的行径,决意要杀了她 落矮慌了手脚,随即召集自己的势力,打算先下手为强 把还没有多大反抗能力的秦始皇杀掉,再自己做皇帝 但是在吕不韦的插手之下,落矮谋反失败,最终被处以车列之行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,请点关注哦